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一月十一日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看到的是来自CNBC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说美国前国务卿赖斯 周一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举行了一次小组会议上表示 中国对NBA经理人对香港动荡抗议做的评论是非常粗暴的 这侵犯了美国的主权 赖斯表示当中国对NBA说 你的总经理不能说出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就违反了美国的主权 因为美国人有权说出他们喜欢说的事情 在一年一度的阿布扎比国际石油展览会上 他告诉CNBC的记者 因此我认为这已经成为两国之间的问题 它不会消失 在国会当然也不会沉寂 我认为人们在考虑制裁 但是担心他们可能不得不这样提出来 赖斯的评论指的是北京方面对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的严厉回应 香港警方在周一表示 就在上周当局一共逮捕了二百六十六位从十一岁到七十四岁的人 数名支持民主的立法者已经被捕 而香港这座城市周围肆虐的破坏行动 还有道路纷纷被封锁 自从十月以来已经有两千多人被捕 而赖斯说 美国对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关切 首先人们非常关注一国两制承诺是不是真正兑现 我认为这是政府与中国人之间必须进行的对话 他仍然说美国必须谨慎一点 我们不能告诉香港人 我们将做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 比如我们将以某种方式干预香港 我们不能 但是我们可以继续为那些人的权力辩护以及抗议他们的斗争 而围绕这NBA争议的结果是 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都越来越多地批评中国的贸易惯例 还有人权记录 随着两国贸易谈判代表推进高风险的谈判 这样只会更加深中美之间的不信任 赖斯还表示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中国施加残酷镇压 就像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一样 赖斯表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对抗议活动的反应变得更加强烈 这令人担忧 北京的中国政府是不是会意识到 这不是他们可以扑灭的火焰 必须与香港人民一起盘算 以帮助他们看到 中国必须尊重他们的制度和权力 我希望现在还不晚 接下来要为您着重介绍的是今天纽约时报的一篇观点文章 习近平执政第二季完美极权登场 作者是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者邓玉文 文章介绍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 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标志着习近平迎来了他在中国执政的第二季 正式开启党国统治的升级版 七年前在习近平上台之际 极少人会预料到如今的情况 即使是习近平本人 恐怕也不敢确信他有能力开创中共统治的新局面 习近平给了全体中国人一个中国梦的远景目标许诺 因此他一面用反腐开路整治官员 另外一面用专制工具压制舆论打击意义者 而一系列的经济行动以及强军战略 有助于其巩固权威开创新局面 但是在二零一五年十八届五中全会自封为核心前 鉴于其政治橙色和政治倾向模糊不定 外界对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向何处 还是存在很大争议的 而五全后人们才恍然发现 一个带有强烈习式色彩的统治模式初步形成 现在很清楚习近平在过去的七年里 重点谋划两件事情 第一是谋求黄袍加深建立个人专权 第二是打造制度对中共进行系统的组织改造 构建新的统治模式 而这两者交织在一起 前者的主要政策杠杆是反腐 而后者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党的政治建设 但是外界更关注的是他的反腐 由于个人权威的建立是取得一切宏图伟业的基础 反腐几乎贯穿其执政第一届的前后 他也确实通过开展中共建政以来最大强度的反腐 将一大批高官包括退休的常委 还有军委副主席送进了监狱 逆转了中共贪腐成性的政治生态 顺便也把自己不喜欢的政敌 以反腐名义赶出了权力中心 做到了江湖两任总书记 甚至邓小平都未做到的事 从而也建立起了个人仅次于毛的绝对权威 而在外界看来 这似乎是习在执政第一季能够拿得出手的主要政绩 然而从有利于中共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 习近平对中共的组织化改造还有制度重建 比反腐更关键更重要 但是外界对他的这个成就似乎有所忽视 而实际上他和反腐几乎同时进行 四中全会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议程 并出台关于此问题的决定 表明他已经完成了中共的基础制度体系股价重建 习近平在有关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对此有明确阐述 称其是一个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 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 以及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利保障 这也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制度做保证 反腐成果也会得而复失 而四中全会是习近平的个人胜利 经过七年党内的残酷斗争 他最终战胜了对手 虽然这个对手并不一定是明确的某个政敌 这使得习近平得以放心的让反腐谢幕 谢幕不是说不要反腐 反腐还会进行 中央委员层级的官员还会有人落马 但是反腐将导入常态 不再以运动的形式出现 不是政治生活的主角 而四中全会决定在这方面的表述就被大大削减 公报甚至对反腐不知一辞 习近平就要通过这个信号来安抚这几年受惊讶的干部 要他们一心一意同心同德跟他走 反腐退场制度加码 习近平为制度重建和改造党国端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这盘大菜 虽然此菜冠以现代化名号 可是此现代化非比现代化 习近平再怎么提治理现代化 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跟人们一般认为的现代化是两个概念和价值体系 而且中共革命党的本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 是不可避免的 四中全会的决定对此已表露无遗 习近平当然也想鱼和熊掌兼得 既要维护中共的极权统治 又要得到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治理效果 但是从决定看 本质上习近平的治理现代化 是要为中共的极权统治打造一个新样板 要言之 假使中国过去对西方代表的政治文明和发展模式 虽不认同不跟随 但尚意识到自身和西方的差距 对自己还有一些不自信或者很不自信 还愿意在现代化的名号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和做法 那么习近平认为 中国七十年的发展成就 尤其他上台以来的国力越境 足以说明中国无需以稀为师 中国自己就是师父 党的这套制度和做法已经很好 中国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 而是已经现代化 未来只需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完善 他的目标是到二零五零年 中共建政一百周年时 待这套体系完善成熟 其优越性得到充分发展后 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 能够和西方的治理文明向抗衡的发展模式 和治理文明 故而四中全会的决定 用十三个坚持来概括中国的国家制度 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称它是根植中国大地 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 深得人民拥护的 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 能够持续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 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其豪迈之情不言而喻 然而细究其内容 完全是现在党国体系的一个升级版 习近平所做的 不过是将中共建政七十年来 已经成型的一套统治经验和做法打包 它区别于前任的 正是把这套统治体系推向阶段性极致 并冠以一个好听的治理现代化名号 给不明就里的人制造一种错觉 以为中共追求的是一种普世意义上的现代化 而习近平这个党国体系的升级版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进一步强化其个人对党的掌控 还有党对国家与人民的掌控 用其套用的毛氏政治语言讲 党政均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必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为此四中全会的决定特别规定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 还有军委主席的绝对领导体制 接下来的这条新闻与雄安发展新区相关 雄安新区首次公开出让土地 而雄安集团以三十亿元净得 这呢是雄安新区成立后首次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让土地 也是雄安新区首次公开出让包含住宅用地在内的地块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财新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雄安新区首宗公开出让土地以三十亿元成交 受让方为中国雄安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十一月十一日雄安新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土地出让公告 显示了这样一条信息 而人民雄安网发布的信息显示 上述地块未来将建成雄安商务服务中心 项目包括会展中心商务办公酒店公寓等功能 而其中的公寓将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提供服务 以专家公寓加服务室公寓的组合方式供应 这呢是雄安新区成立后首次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让土地 也是雄安新区首次公开出让包含住宅用地在内的地块 该宗地挂牌支出即设立了较为苛刻的出让条件 明确规定不接受联合禁买 且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才可独立申请禁买 并先需要缴纳禁买保证金十五亿元 雄安新区诞生之初 官方几对房地产市场严加管控 在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雄安新区正式成立 而次日雄县召开了房地产紧急整顿会议 封停了雄安新区内二手交易房市场 当时记者注意到雄安新区内所有新房项目 还有农民宅地地自建住房全部停止施工 而新房售楼处还有房地产中介机构也均封条关闭 当时全国各地的投资客闻风而动 涌入雄安新区寻找购房机会 但是雄安新区不欢迎投资客 在过去的两年半里 这片土地也从未出现过房地产市场松动的信号 二零一八年四月发布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指出 雄安新区要创新土地供应政策 构建出让规划 坐驾出资或入股 租赁或先租后让 租让结合的多元化土地利用和土地供应模式 而公开资料显示雄安城市发展是中国雄安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雄安集团是国有独资企业 唯一股东为河北省人民政府 最后呢要为您带来这条信息跟购物有关 淘宝直播现在已经成为了天猫双十一的主阵地之一 而阿里方面称双十一开场一个小时零三分 淘宝直播引导的成交就超过了去年双十一全天 而在八小时五十五分的时候淘宝直播引导成交已超过一百亿 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商家都通过直播获得了新增长 而根据本月公布的Q3财报显示 首桃中以淘宝直播为代表的互动性社群性功能 今年已经带来超过一千亿的GMV 而阿里表示今年双十一直播业务的主要增量 来自于沃尔沃等数十个汽车品牌 在双十一期间开展淘宝直播 超过两千名汽车导购转型成淘宝主播 加装还有消费电子等行业直播引导的成交同比增长超过百分之四百 而目前淘宝直播覆盖包括美妆服饰食品家电还有汽车等所有行业 成为品牌和商家的标配 而在双十一前夜淘宝直播的头部主播威亚还有李佳琪直播超过六个小时 直播间上架超过五十款产品 在直播市场还有SQ上再创新高 而根据记者了解在头部主播全网声量和溢价能力税涨船高的同时 生态主播已经高度分化 头部主播享有巨大的销量还有流量互为因果 而大量中央部主播带货能力有限 根据淘宝直播在头部主播热度排行榜 威亚的热度是二点七亿 而李佳琪热度指数是一点四亿 第三名第四名的主播热度就不到他们两个人的领头 而六名开外的主播热度只不到一千万十名开外就只有一百到三百万热度 再下一个量级 而接近淘宝直播的人士分析称 头部主播能够达成巨额销量的根本原因 是品牌方给主播直播间提供的排他性全网最低价 或者是品牌给到直播的高额折扣 而主播争取全网最低价筹码的是个人直播间的流量 而流量是销量的保证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闭环 而没有流量的中小主播自然很难拿到全网最低价 带货能力也就很难爆发 在双十一期间这一现象更为明显 而直接的后果是头部主播销量不能完全释放 而中尾部主播难以成长 不同的品牌给主播的终端价格并不一致 比如今年双十一前夜的直播场次中 李佳琪直播间以一百零九元的终端价格销售一款原价一百四十九元的粉饼 而三万件产品几分钟内一扫而空 而对于终端体系管控较严的国际大牌 比如兰蔻的爆款口红 虽然没有给到直播间抵御官网的价格 但是品牌为直播间专门提供额外赠送的小样 也使几千只口红瞬间受空 这意味着新主播很难在一夜爆红 淘宝直播负责人赵源源透露 去年对主播的政策是宽进宽出 但是目前前两百位的主播都是从二零一六年就开始做的 他希望新主播有比较常见的职业生涯规划 而真正有带量需求的商家正面临尴尬的局面 有一个广州的玩具厂商告诉记者 品牌不够知名或者是没有前期销售数据打底 很难被头部主播选中 而淘宝中央部的主播投入产出比也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价格还普遍高于快手 而有一家头部东装品牌的内部人士直言 直播能转化多少 主要取决于商家优惠券的力度 目前淘宝直播业务以商家自播为主 淘宝主播的直播场次只有10% 而2018年81个销量过亿的直播间 超过一半都是商家自播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尽自由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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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